Hello 我是蛋糕师小咸咸 这一期做几个儿童款的蛋糕吧 但是视频里这几款并不是六一儿童节当天做的 那一天实在是太忙了 没来得及录 这个儿童节同行都反馈说生意挺好的 比母亲节要好 最拉胯的就是520 521 看来宝宝在家庭的地位还都是最重要的呀 六一那一天我也是忙了一天 站了一天 但是我的单子却不多 估计是我动作太慢了 而且也没有做活动款 接的全部都是定制款 但是不管忙不忙吧 都是站了一天下来的 那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就很机智的穿上了经脉曲张那个弹力袜 穿了弹力袜的腿是没有肿 但是脚肿了 一天下来就感觉脚上的肉片变得非常非常薄 踩在地上都是疼的 好像那个肉失去了弹性 回不来了 接下来的两天 腿和脚一直是处于一个浮肿疼痛的状态 最明显的时候是晚上起床上厕所 还有早上刚起床下地的时候 脚上踩在地上都能感觉到疼 年轻的时候站一天忙一天腰酸腿疼的 第二天就能过来劲 这两年就越来越不行了 腿上的青筋还有紫色的血管就越来越明显 回到郑州后就赶紧买了那个弹力袜 在需要长期站的时候都会把弹力袜穿上 效果还是有的 一天下来最轻松的就是穿袜子部分的那个小腿 但是脚的压力还是依然的大 所以现在抓到机会就是坐着 别站着 能躺着就别坐着 主要是身体也不允许我再过度操劳 以后吧 忙工作一定要量力而行 有个好身体才能持久的创造劳动力嘛 Sommer 多年 forensic参与杀石 那么多多的 可是 真的 第一 лет 我们下期探저 fund poles 多的 自由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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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